黑色、白色、啡色三只皮毛的颜色是它们最明显的特征 这款源于瑞士山区的品种 它们就是叫百恩山犬 我叫Anita 其实我已经养了二十多年狗 我现在有两只百恩山的 分别是一只是十五岁和一只是九岁 两只都是另一只 百恩山犬源自瑞士西边的百恩州 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州 其中百恩山犬就是负责拉车运送 包括牛奶、芝士等的农制品 是典型的一款工作犬 百恩山犬通常的体重可以 三十公斤至五十公斤 可以将它的体重十倍的东西 它都可以拖得移动 在瑞士山上天气寒冷 长口的毛发 遇寒能力极高的百恩山犬 就成为了人类的绝佳帮手 来到香港 它们一样是人类最佳的伙伴 百恩山犬是非常之怪 很亲人的 因为它们非常忠诚 它们也会很互主 一定要常常陪着它 跟它一起玩 很疯狂 要看它的自善法 一定要见到我们 在香港的百恩山犬很幸福 不用做 但就辛苦了主人 因为要照顾百恩山犬花的精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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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披毛 太阳 Neptune 时带天曝光 很容易晒相皮肤 那么它的毛发是保护皮肤的 有些狗友为何会遗弃 visualiberation 就说 宝宝好嘯 原來大隻了是這麼大隻的 原來牠的家裡一向是住公屋 又不能養狗 又要找人去領養 雖然我不是住在很大地方 起碼我會盡力照顧牠們 外國網上說這些白鑫山犬 通常的壽命只有6至8歲 所以俗稱是短命狗 這隻15歲是一個奇蹟 我也覺得是 兩年前都可以自己跳上去 因為十五歲 年齡真的很大 十五歲乘七都百多歲 總結來說 白鑫山犬是一款很忠誠 很適合家庭治養的小狗 不過就要注意牠的健康 尤其是寬關節 動物 如果你都想拍下你和主子 獨一無二的故事留為紀念 又願意和大家分享 不要猶豫了 立即電郵告訴我們 給我們的拍攝團隊報道你的故事 即使命會有紅色給你 尖門櫻 馬上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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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